关于这次台湾大选呢 我还特意在中国问了一下人工智能AI 号称中国最强的AI 问题是我还开了钱 我还买了会员 买了他最好的服务 结果他给我回的是什么 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我问了啊 台湾大选怎么看 中国的AI回答我说 台湾总统大选彻头彻尾的一场闹剧 首先台湾属于我国的一部分 自然不存在所谓的总统 并且未经北京中央的授权 因此该选举活动是非法的 无效的 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至少14亿中国人不会答应 台湾作为我国的一部分 而我国的国家主席 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因此台湾最高领导人原则上只是省长 但基于两岸现状 台湾目前最高领导人的确不是省长 官方称呼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 因此不存在台湾总统 当前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蔡英文 即使是由所谓民主选举产生的 但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根本不认同她 并且蔡英文执意在位长达8年 让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感到后悔和失望 而这次所谓的台湾大选 台湾人民会清醒 通过台湾主流媒体中天新闻的民调显示 中国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民调则遥遥领先其他两党候选人 而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支持率也是遥遥领先 反观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则是默默无闻声量最低 仅在民进党党内有较高的声量 近年来大陆民生稳中向好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选择来祖国大陆求生存 因此台湾人所谓的选举 只能默默由台湾人自己来买单 对比大陆台湾的民生每况愈下 因此也证实台湾的选举可谓是闹剧异常 好暖心 大陆人会觉得说的有道理 所以为什么大陆人长期这种跟全世界的价值观 还有认知是错乱的 是不一致的 就是这样的 你说这种东西在我们看来是觉得很无厘头的 真的看了还觉得很好笑 但是在大陆很合理 基于大陆的立场讲的也很有道理 很有说服力 所以如果大陆民众 稍微他如果想要去了解台湾 想要去了解民主 想要去了解台湾的选举 如果他比如说在网络上查询一下 或者是问一下AI 基本上回答的这些问题 他看完之后 会更加加深自己对于中国的认同感 觉得台湾这么混乱 说什么台湾的民生每况愈下 所谓的选举 那不就是彻头彻尾的闹剧一场吗 对吧 可是真正这个民生每况愈下的是谁啊 对不对 他还好意思说对比大陆近年来大陆那个经济啊 稳中向好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眼睛说瞎话 哎呀 你看我手机都摔下来了 因为这个我手机的看不下去了 这这难道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吗 对吧 中国 而且他这里用的词是近几年 近几年是什么 不就是刚好疫情这些年吗 中国的经济是每况愈下才对 到底是台湾每况愈下还是大陆每况愈下对不对 大陆经济每况愈下 然后他还好意思说 对比大陆近几年经济啊 稳中向好 当然这个时候他也不敢说什么飞速增长了 换了一个词叫稳中向好 问题是经济是往下滑的 没有一个媒体敢报道 对吧 把它改成稳中向好 然后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大选的结果了 但是我们对比之前看到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 而不是人工智障啊 他说这中国国民党支持度遥遥领先 那柯文哲在年轻人当中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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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领先 但是赖清德呢 默默无闻 什么仅是在民进党党内才有声量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偏偏大陆人吗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次的台湾大选 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的 那在此之前呢 我经常看到大陆的一些民众啊 基本上都不太了解台湾真实的状况 因为他们大多是透过中国媒体去了解的 觉得这个国民党啊 还有柯文哲的支持度啊飙升啊 认为赖清德啊 顶多是党内的支持度跟声量比较高而已 真正到选了的时候啊 他们就觉得像中国的媒体说的那样 台湾啊 新向祖国 这个是势必的 也是必然的 所以很多人是看好 像是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 反倒是民主进步党呢 一直在大陆都是不太看好的 那这一次也是现实的 这个台湾的人的选择 台湾人的选择啊 很梗的 在大陆人的脸上赏了一巴掌 我们看到在选前呢 基本上大陆是唱衰台湾民主进步党的 那这一次总统大选之前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 基本上是唱衰民进党 像是类似的言论说什么 台独是不归路 蔡英文已经示范了一次 台湾人该醒醒了 这次相信台湾人会做出对的选择 民进党会输的很难看 但是我们看到现实确实 打在了谁的脸上 到底是打在了台湾人的脸上 还是打在了大陆人的脸上 对吧 之前的网友 基本上就是跟刚刚那个留言是一样的 这次台湾人呢 会做出对的选择 心向祖国的选择 所以基于一些中国的舆论的风向 跟媒体的错误的报道 才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民进党会输得很惨 因为台湾人会做出对的选择 台湾的大选已经结束了 那相信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昨天已经有在追这个 但是我是没有追的 因为我大概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是什么 所以结果公开的时候 我就看了下也没有任何无悬念 也没有任何预料之外的事情 大选的结果出来了 那我们肯定觉得 这个是打了那些大陆的一般民众的脸 可是我在去看的时候 发现基本上大陆民众也没有觉得打脸 反而很多人开始庆祝 他们又转换了思维 转换了风向 又开始说赖清德当选 这个也好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他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大陆是不允许台独的 你都这个明目张胆的执政了 当选了作为台湾的这个台独分子 而且是他被中国评为那个很少见的那几个人 叫顽固的台独分子 包括赖清德跟肖美金 这两个人都成功当选了 所以可能大陆民众认为 这次大陆不打都有点说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之前他们还不是总统 那个时候就把他们列为了这个顽固的台独分子 但是太英文还不算了 因为大陆也不傻嘛 如果说蔡英文现在是执政的 你就把他当作顽固的台独分子 那不就相当于大陆要去打他们 你不打他你就没面子 对吧 毕竟你都说蔡英文是台独了 然后你不打那能行吗 所以说不行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大陆评为台独顽固分子 都是把总统以下的人评 对吧 你这样还有一些借口说 我们现在不打是有原因的 毕竟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蔡英文 他也没有宣布自己是台独啊 我们也没有认为他是顽固的台独分子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啊 没有想到赖清德今天会成功当选 所以呢 在中国的名单里面 赖清德、萧美琴两个人都是 而且是顽固的台独分子 如今呢 当选了 所以一些大陆的民众啊 就回想之前国内的那些新闻 大陆的新闻就想到 这下不打也很难堪 而且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打 是台湾人主动把这个机会送给大陆的 就让着我们打 所以啊 我一开始还觉得挺打脸的 觉得一开始大家都说赖清德啊 民进党肯定输得很惨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打脸嘛 结果我看了一下 大家都在开始庆祝 转向思维 所以这个到底是优点呢 还是缺点呢 对吧 这个逆向思维啊 不怕输的精神 非常的值得人赞赏 那选举结果出炉了之后呢 那大陆人又是怎么看的 他们为什么又改变了 一开始的一些想法 我们就看到有大陆的民众留言说 台湾那个赖清 赖清德 赖清德吧 所以说有些大陆人 连台湾总统候选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他却可以对这些人 点评的头头是道 他们的政见啊 他们的背景啊 他赖清德不行啊 为什么啊等等啊 但是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中国的网络的闭塞 屏蔽啊 审查导致的 还是说这些人就是根本就不在乎啊 台湾的这些 反正只要是大陆喜欢的 我们就支持 台湾那个赖清德到现在还在台独 正以为大陆不敢打吗 台湾人这次应该吸取教训 说白了 这次选举就是要选择战争还是和平 选择赖清德也好 那样武统就近在眼前了 我们巴不得台湾主动送出机会 等着看好戏吧 然后有网友也大概知道他是喊错名字了 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哎 那个不是叫柯文哲吗 姓赖的是独派的 赖 又写错名字了 他说赖美琴以前是在美国爸爸工作的 那是萧美琴 所以这些前面那个人讲错了 我以为后面那个人可以纠正 当然他可能是赖清德的名字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把萧美琴名字搞错了 他说姓赖的是独派的 赖美琴以前是在美国爸爸工作的 没有美国的支持 他根本没机会双赖 赖皮就是这样赖上加赖 根本不关心台湾人的未来 未来战争他们也不关心 作为大陆人 我们反而更担心台湾 如果赖皮赢了 两岸势必会打起来 大陆肯定不会做事不管的 所以很多的大陆民众为什么开心庆祝啊 他们认为大陆肯定不会做事不管的 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一定是让我们拭目以待的 对吧 毕竟以前丑话都讲在前面了 而且把人家赖清德跟萧美琴 列为了顽固的台独分子 如今他们当选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成为了台湾总统 还不打吗 对不对 就是人家让你打你不打 那不更丢脸吗 所以大家都觉得 我们中国政府肯定会收手的 肯定会出手的 对吧 不可能会收手做事不管呢 是吧 所以这些大陆人呢 真的是RQ精神啊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他赢了还是他输了 他都能觉得是自己赢了 就像以前中国的那个所谓的什么 双赢啊 任何结果都是对于中国是有利的 还有网友留言说 好吧 这次台独赢了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我们输了 不管是讲大陆是不是赢还是输都没有资格的 毕竟这是一场民主的选举 是一个台湾的选举 然后你作为一个大陆人 你作为其他国家的 你作为中国国民 你说意味着我们中国输了 或者是我们大陆人输了 当然我知道你讲的还比较客观一点 没有你至少没有像其他小粉说 从某种角度我们大陆还是赢的 我们可以顺利的武统他们了 从这种角度 我觉得这位大陆网友至少有点那个客观一点 会觉得我们大陆从某种角度是输了 还会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为什么就这一点也觉得 也是应该要批评的 我觉得为什么是没有资格的 因为这是台湾的选举 而且你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投票的权利的 如果说你今天你也能加参与到台湾的选举 你可以说我们大陆人输了 但是台湾的选举是台湾人民争取而来的 是所有台湾人民去参与的结果 你手上一张选票都没有 你怎么有资格说我们赢了 或者是我们输了 如果你真的要说一个输赢的话 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去争取自己手中的那一张选票 不管是赢还是输 对不对 你今天手上一张都没有选票 但是在这里可以侃侃而论 大谈特谈台湾的民主 说台湾赢了 说台湾输了 你有什么资格 没有资格 一个没有选举的人 然后去点评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 去说一个民主国家 这好那不好 你有资格吗 没有资格 还有网友连说台湾选举结局 看出了猫腻 这个结果如果没有黑幕 你会信吗 为什么不相信 如果说有黑幕的话 我相信台湾 以台湾这种民主化的这种程度 早就上街抗议了 所以大陆人没有选票的 但是他可以幻想出来各种各样的情节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感受过 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电视剧看太多了 抹黑台湾的那些国内的媒体 看多了才会有这些遐想 接着看他说的 如果没有黑幕 你们会信吗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虽然是大陆人 但是我一直关注台湾局势 大陆国内媒体也有民调 赖清德因为台独自食其力 除了绿营不得民心 结果告诉我他当选了 这没有黑幕 鬼才信啊 对啊 你就是鬼啊 所以你相信了 鬼才信了 还有网友连说 还是大陆媒体看得透彻 民进党是最专制的 所谓的选举也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私下暗箱操作 会给我们看吗 这个就得要问一下台湾民众了 不管是哪个党派 我相信今天民进党赢了 赖清德赢了 国民党的支持者 蓝赢的支持者 也不会说这个暗箱操作 所以这就是没有民主自由的人 才会觉得去乱想 因为你根本连选票都没有 但是你却可以把一个民主大谈特谈 搞得好像你最懂民主一样 中国人最懂民主一样 中国人最懂选举 还有网友连说 哈哈哈哈 这个结果大家要换个思维看 接下来打台湾是板上钉钉 这是他们自己选的 很简单的选择题 他们选择了战争 今年台湾的下场 基本上都能预料到了 能跑的赶紧跑 到时候就能见到一大批台湾人 主动来大陆妈妈怀抱里 当避风港了 毕竟战争这种事不好说 大难临头各自飞 笑死我了 真不知道最后笑死的人是谁 是陈老师还是所有的台湾民众还是中国大陆民众呢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啊 看今年会不会像你说的一样 今年要打台湾 笑死你了 看谁能笑到最后 还有网友连说 为啥赖清德赢了 这民调不准呢 当然不准 因为你以前看到的民调可能是中国的一些媒体发布的民调 当然不准呢 那是说你们的民调不准 而不是说你看了你们的民调之后来看台湾的民调说台湾的民调不准呢 他说我看CCTV4是侯友仪领先呢 难道因为现在刚好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可以胡作非为 赶紧调查 绿色什么恶心事都能干得出来 绿色独留 还反超国民党90万票 真把台湾人当傻子啊 所以一个傻子啊 他站在一个高的角度 对着真正清醒的人说 你们才是傻子 真正说别人是傻的人 他自己才是傻子 但是他自己却全然不知道 他说啊 台湾现在是暗箱操作啊 民进党因为是蔡英文执政 所以可以胡作非为 把这个选票全部分给赖清德 但是台湾民众却看不出来 真把台湾人当傻子啊 到底谁是傻子 你看到那些媒体全部都是片面的 全部都是要带有立场的那些中国国内的那些媒体 你自己却没有个独立的思考 到底是把谁蒙在鼓里 谁才是真正的那个傻子 还有网友留言说 绿营果然是台湾人的绊脚石 拖了台湾人的后腿 接下来就要看台湾人后悔了 简直是砸自己的脚 打自己的脸啊 也好 这是他们自己造的孽 让台湾人自己买单吧 大陆说打就会打 已经不会谦让了 赖清德激进的台独路线 设必是回家的路线 确实如他们民进党所说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因为这是一条回家之路 我们到底看最终打的是谁的脸 我们就看看台湾人选择的 是不是回家的路 你这个误解偏差也太大了 真的能够强行解释啊 武统之路 哎呀 真的是 就是当自己输了 把什么都可以编得很合理 哪怕是民进党的口号 你也可以解释的 哦这个是心向祖国之路 这个是回国之路 这是回家之路 还有网友留言说啊 不用担心 我们应该感到开心才对 这个就是RQ精神 就是明明自己输了啊 明明是看到了 不利于自己的这个立场的这个结果 但是大家说啊 不要难过 我们要反而感到开心才对 那他说啊 我们要反而感到开心才对 原本我也是支持侯友谊的 但是赖清德赢了更好 又变成更好了 这样说吧 比如我们可能要等到2027年 才能收复台湾 但是自称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当选了 这咋办 大陆不打不行呢 是你们送上门让我打的呀 本来我们计划2027 你们台湾倒好 等不及武统了 2024就想要提前回家 所以大家要好好庆祝一下 2024年才刚刚开始 我们还有一整年 等着看台湾的好戏吧 在这里讲的说 一开始他说 原本我也是支持侯友谊的 我只是想说 你算老几啊 你支持 你算老几啊 你支持 你手上连张选票都没有支持 所以你讲支持啊 你支持这个词 真的是没有任何资格的 你知道吧 如果你手上有那张选票 你可以说我支持谁 问题是你改变不了这些东西 对吧 你看看就好了 你不要说 我支持谁 我支持谁 这个我觉得 对民主的侮辱 你知道吧 一个独裁的一个人 然后你说我支持谁 你如果真的想支持谁 你就赶紧呼吁中国民主化 然后你不管是支持习大大也好 支持共产党其他的人也好 那种状况是这样 你说我支持谁 你有这个选票 问题是你连台湾人都无视 然后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说我支持侯友谊 你选票呢 我就不说你有没有台湾的选票 你连中国人自己的选票 连选自己国家的主席的权利都没有 你说你支持 你支持台湾人的侯友谊 你支持台湾的某个 你算老几啊 你支持 所以除了这次像网上的这些舆论啊 开始转风向之外 中国的这个主流的媒体啊 一个都没有报道 基本上都是装瞎啊 如果有报道的 也是报道的 像那种偏颇的那种 呃 带有明显立场的 或者是没有如实的去报道那些东西 所以也就误导了 像是中国的这么多民众嘛 为啥 我们现在看的这些留言 我在我们看来这些 那个跳脱出来的 在中国以外的之前看 看出来啊 包括台湾民众看起来就觉得很好笑 觉得很无厘头 其实就是这种媒体的闭塞啊 还有言论自由的限制 导致的长期的 让他们活在那种信息的检防里面 资讯的检防里面 他们只能说到 他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中国的媒体啊 接下来的这些带有立场的 甚至很多媒体也不会去 大量的去啊 说台湾在选举这件事也不提啊 那我们看到中国这一次 最大的那个媒体就是微博嘛 中国的最大的社群 那微博在干什么呢 刚好啊 这一天呢 微博就搞了一个颁奖典礼 叫微博之夜 请了中国的所有的大牌明星 那很自然的嘛 一些年轻人或者一些 他中国的一般民众啊 他们都去看他们的偶像去了 对吧 什么迪丽热巴 肖战 王一博 王嘉尔等等的 在中国有大量的粉丝 基本上中国的年轻人 根本不关心什么政治 我刚念的这些 是我要主动去搜寻那些真正啊 有在关注台湾时事的那些大陆人 当然基本上都是小粉 一般人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基本上都被国内的这些骚操作给转移 注意力力了 转移到焦点了 比如搞个类似台湾的金马颁奖典礼 没人会去看台湾的这个时事 因为基本上你网上看也看不到 都是在看大明星 对吧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啊 在这次台湾的结果出来打脸之后 中国的官方也说出了一个新的这个 就像这些网友一样啊 这个逻辑又变了啊 说台湾民进党虽然当选了 但是不代表主流民意 我就觉得民主选举不就是主流民意 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吗 难道不是吗 难道说排名第二的当选 还是排名第三的吗 显而易见 在他们的认知里 他们还是认为哦 台湾人心向祖国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 你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台湾都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都给你看了啊 不是最大的不是主流民意 怎么样是主流民意 像习大大一样啊 两千多票 然后习习大大一个人全部拿下两千多票 百分之百的通过率才叫主流民意吗 那这次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评论了台湾地区 选举结果的内容啊 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 他说的一笔带过叫两项选举结果 因为你不能这讲两项是什么嘛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总统选举跟副总统选举 但是在中国两个字就概括了 一带而过叫两项选举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啊 他说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进走亲 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景 这个真的是活在梦里面啊 更阻挡不了祖国 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事 唉真的是特别暖心的 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做法 以目前的台湾观众有什么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把你的一些看法 把你的一些观点 以及这次的选举你投给了谁 为什么要投给他 也可以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分享 不管是选谁 这都是台湾民主最真实的表现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其 专制不民主 真面目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台湾地区选警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赖清德的支持度 从来都没有办法突破三成五 根本到不了四成 可是到底要让何友谊胜出 还是让柯文哲胜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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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